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有意见 过去廉价没有让你连 现在廉价让你连 连太多 都在补价 那我有时候觉得 当然做很多事情很难 那就像我们现在在办柯文哲的案子 每个人都在骂 检察官泄密 各位朋友 你这几天听小总讲 你已经知道了 泄密是检察官办案的一个方式 那他用这个手段好不好 当然不好 违法嘛 但是检察官比我们还政治 他比我们还政治 他知道靠政治能够升官 靠政治的慰仰 就是可以让很多媒体弃之弱物啊 今天媒体 写着民众党或者国民党很多人骂 诶 司法怎么可以 侦察不公开又泄密 一边骂 可是自己一边写啊 对不对 谁不抄静周刊的 因为静周刊的消息来自检察官啊 检察官说没有 不是我泄的 是啊 有检察官好几个啊 好几个 你知道哪一个泄的嘛 还有检察事务官啊 还有调查员啊 检察官带着调查员去 你怎么知道不是调查员泄密的 我告诉你 就是检察官泄密的 我非常笃定啊 但是 办案为什么办成这样 检察官 譬如说主任检察官江振毅 他是带队的 泄密他不老碌吗 他会假装生气啊 然后台北地检署会假装说 我们成立一个真治他治案 我们要来查到底谁泄密 台北地检署狗屁不通啊 大家也知道啊 装腔作势 对不对 哪一次查得出来 大家想说 诶 柯文哲 这个案子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他不公平 有人说 怎么可以跟他上手铐 检察官怎么可以跟他上手铐 柯文哲毕竟想购总统 还是台北市长当购 各位 陈水扁 陈水扁不只想购总统 陈水扁当购两次总统啊 有没有上手铐 有啊 那你都告诉大家 天子犯法 与云同罪 碰到柯文哲就不上手铐 可以吗 为什么独独他不上手铐 上邱小为 他台北市議員官比较小吗 上彭震生 他副市长官比较小吗 各位 所以我都想你怎么做都会有人讲话 就像中秋节要不要放假一样 对不对 在台湾 小董讲的东西 当然也很多人骂 都在黑客文哲 是啊 我十几年来都要讲他 我讲东西对或不对 你今天把它拿来做对 我讲东西 我是横情论理 然后依照我跑新闻的经验 然后我们去查访了一些消息 我来做了一些判断啊 对不对 前台湾第一个判断 1500小省 省庆庆 小董 第一个时间讲 那个不是时间啊 因为我跑过台北市政 我知道台北市长的时间 不是这样累出来的 果然 大家慢慢查发现 你看TVBS有去查 那个时间他根本在大同七公所 后来 大同七公所结束 半个小时以后又到 中正七公所 对不对 是啊 那一天 11月1号 前年11月1号下午3点 柯文哲的行程 完全漏泪出来 那个不是时间啊 小董讲的 是不是比较对 是嘛 我突然在节目上讲 因为昨天检察官去查 那个 保险箱 我这保险 我说这保险箱至少要两口以上 里面放一百万 对不对 检察官 欸 晃出消息来了 请问记者怎么知道 昨天一查 记者马上就知道说里面有一百万现金 我说一百万现金 放不进去一口 保险箱啊 除非你是很大很大口 当然有大有小 但是一般的保险箱 我们就是把一些 一些长辈存下来的 譬如说耳环啊 金戒指 项链啊 我们自己平常不戴 放家里又怕丢掉 就把它放保险箱 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企业啊 低 低上钱的钱状啊 什么之类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放这东西嘛 你要放一百万放不下 后来怎么样 后来昨天下午陈佩奇 接受媒体访问 说两口保险箱都是我的名字 各位现在知道了吧 两口 一口各五十万 这个就比较合理了吧 一叠钞票喔 一叠钞票喔 一叠钞票一般来讲 银行后邮寄都会有十万一叠嘛 那一叠大概 一公分多一点啦 所以你要放那个大概 我们都可以推算啦 所以我说保险箱可能要两三口 那这个好不好查 这个好查 那检察官现在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 检察官在补破网 检察官丢出来给媒体 然后媒体就会自己找人都蛛丝马迹 然后检察官在行着媒体的蛛丝马迹去问 昨天问了林卓斌 检察官先前有问林卓斌吗 问过一次 大概也是三天前 那这之前有没有问过林卓斌 没有 因为媒体去找出林卓斌 林卓斌 那时候是坚持反对的 都市发展局的局长 独华局长他从头反对啊 他有讲很多理由啊 媒体反问他 我当然反对这个怎么可以 那检察官说 诶这个人哪来作证 巩固 柯文哲的罪证 土力罪证 林卓斌当然不晓得柯文哲的贪污罪部分 现在贪污跟 土力两个部分是分开的 土力已经确定了 可是 比土力更大的罪就是 贪污 贪污就是你有收钱有对价关系 简单讲就这样 那检察官现在 现在 土力罪已经把你巩固了 那 贪污罪查金流啊 现在就在查金流 可是查金流 他觉得说 我 土力还要更加巩固 我又找了 现在跑去高雄当副市长的林清隆 林清隆 是柯文哲 当市长第一任的副市长 然后 林周明是第一任的 都发局长 简单讲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有些人就慢慢的找了 但是对检察官来讲 重中之重还在金流啊 金流他们当然有很多东西 金流最应该清楚的两个人 一个柯文哲 一个沈清清 沈清清会不会讲 现在不会讲 我告诉你 现在不会讲 过一阵子就不一定了 很多朋友不晓得 都关在里面是怎么回事 我非常清楚啊 那 这种情况喔 它就是一个 一个要让你害怕的一个情境 然后 这个情境喔 各位听小董这几天 在讲检察官的办案 因为我说检察官很笨啊 检察官太笨了 因为他武器太强 他觉得我有这个东西 有那个东西 但是 他没有想到 犯罪人的心理 我难道不晓得你 会去查我的哪些东西吗 那我要怎么藏 所以 现在是一个斗智的阶段啊 那你现在有办法去 查到他前面的金油 你说有啊 昨天陈佩琦查出来了 那边就查出来 钟小平 街后撿起啊 说陈佩琦喔 大前天喔 去 第一银行 信力分行 啊 你看 他的意思在怎么样 哇 他好像赶快紧急 要去把钱把他领出来 或长钱或干嘛 各位可能吗 你现在柯文哲跟陈佩琦的新闻强度 现在领了干嘛吗 现在有个 有个中年熟女 去领个三十万 然后行员马上打电话给警察 这个人有问题 然后一堆警察就包过来 你陈佩琦有办法现在去领什么钱吗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 因为八黑三十号 各位朋友 八黑三十号检察官 其他家 把所有的存折都带走了啊 我为什么带走你存折 我要看你的 几日几号 你领的多少钱 有什么钱进账嘛 对不对 像小董 我在这里组织节目 我每个月大概几号 我有钱进账 为什么 因为电台要给我钱 我有主持会 一个月结算一次 那这个钱大概 每个月 几号进来 譬如说五号 那可能五号没进来 六号 五号 5号为什么没进来 因为那天礼拜天 所以他就是这个前后嘛 那现在检察官 他拿了这个东西 他要去看 他要去看 几日几号有这个钱进来 这钱不寻常啊 为什么突然有两百万 那各位 你今天看到的情况 就是他的情况 你就要把它当作长情来解释了 所以 8月30号 所有的存折被拿走了 所有存折被拿走了 那检察官用这个存折去判断 存折包括柯文哲 柯太太 还有他们家三个子女 这些存折一定是放在一块 都有陈配级在保管 放在某个桌梯 检察官通通拿走了 检察官还拿走什么 最重要当然USB 柯文哲的这些随身碟什么 然后电脑 电脑硬碟 桌上型电脑 还有笔记型电脑 这些都拿走了 那当然还拿走什么 手机啊 各位朋友还拿走手机啊 你很多东西会藏在手机 藏在随身碟 藏在电脑嘛 所以这个是检察官纳电器 拿的最重要的东西 各位现在懂了吧 我不在现场 但是我知道 大概拿走哪些东西 这东西拿走以后 柯文哲就知道大事已去 小董你讲大事已去 柯文哲知道 他完蛋了 没有错 那但是 他知道检方已经掌握某些东西了 掌握他最主要的东西 因为这是他秘密的东西嘛 柯文哲这个秘密的东西 有谁知道 没有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老实讲 以我现在观察 陈佩奇未必知道太 非常多 那你想想看 如果就这样的方式来讲 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害怕检方 这样抽失保险 会查出某些东西啊 所以他灵魂冷静的 在里面 来想 我157 来跟检方来做叠对叠 那现在 他们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现在民众党是最苦恼的 他们不晓得柯文哲还常有哪些东西 可是 柯文哲是党主席 民众党因他而创 所以他们要替他辩论 那他们辩论 他没办法去辩论他的金钱部分 因为你辩论金钱突然又冒出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人辩论 所以他们只能去辩论说 司法不公 一直泄露消息 一直违反侦查不公开 对不对 他们只能用这个 然后诉求的是这一部分 可是很多人认为柯文哲是清白的 所以很多人还是相信 柯文哲的清白 当然这批人越来越少了 那这批人越来越少 因为人多的话 检方会有压力 检方要让这批的人越来越少 他必须释放出一些 金流的消息 那当然心有消息 各位昨天听小董节目 一个是在让你 那些人害怕 你就会风吹草动 譬如讲 柯文哲秘书 的表姐的女儿 他帮柯文哲藏钱 现在他会不会害怕 他害怕 他跟柯文哲关系 没有人料得出来 认得厉害的检察官 都不会查到他 那柯文哲时候的亲戚朋友 亲信 亲戚跟亲信 亲戚就是父母太太 太太的家人 对不对 然后儿女 救救这些 然后他用这个去查 那查了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都在检察官的掌握里面 那些人的金流都被查 你知道吗 哪个人突然 你平常 你平常 每个月六号去要 你有薪水六万块 为什么这个月的 十八号 你跑进来的金流三百万 哇塞 这是不是沈庆经 透过那个隆过来的 各位知道了吧 所以在查这个 很多人就不晓得说 检察官为什么在放这个 那放这个 你在放的话 陈佩奇就在下午忍不住了 他接受媒体访问了 本来是不太接受访问了 大家知道陈佩奇 平常你赌的他也不太愿意讲话 对不对 那现在愿意讲话是为什么 他认为说 我来把他讲清楚 钟小平说 他前两天 那个陈佩奇没有解释 小董替他解释 他为什么要去银行 各位 他为什么要去银行 因为所有存折都被拿走了 那我知道 我大致上的某些东西 几页几页怎么样 我的钱怎么样 可是我不一定讲得很清楚 八百一十八万跟一十九万 我未必弄得很清楚 各位 这就是陈佩奇的困境 所以他去 第一银行 第一银行的信力分行 是为了什么 第一银行的分行在哪里 各位 你如果是像我一样 在台北生活了二三十年 那你大概知道 那是哪里 新生南路跟信力路的交汇口 那边的交汇口第一家 以前叫做小美冰淇淋 他就在小美冰淇淋的得币 现在懂了吧 以前他们的对面是什么 以前他们对面 小董藏器 国际协设常有书展 我都在那边买书啊 那这个地方就 就是新生南路 跟新生南路 新生南路跟信力路的交汇口 陈佩奇那边 我告诉你 我替他解释 小董我认定柯文哲是有 不法所得的金流 涉及贪污啊 小董我认定 徒利一定有啊 对 但是你现在看到了 我不是要替陈佩奇讲话 因为 我的存折都被拿走了 我要做说明 我要怎么办 我只要带我的身份证 我的印章 我没有存折啊 但是是我本人 我到银行 我要求 你把我过去的某一些东西 把我累出来 其实 他不用拿身份证 大家也知道他是陈佩奇 行员也知道 那我东西被检察官拿走了 我没有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不会有副本啊 对不对 我只好到银行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累出来 各位现在知道了吧 所以 他前两天 去把这个累出来 回家再整理 整理以后 他就请民众党帮他联系记者 然后说我要来做说明 各位懂了吧 这个流程一定是这样 我做判断 没有人告诉我 所以陈佩奇昨天 对媒体侃侃而谈 那侃侃而谈 讲的是什么 我银行为什么会有这些钱 第一个 我妈妈年纪大了 爸爸过世了 妈妈银行的钱 还有老人年金 535万 他交给我 因为妈妈是我在照顾嘛 对不对 爸爸过世了 妈妈是我在照顾 没有错 他爸爸跟他妈妈 住在柯文哲原来的房子 我每天都会经过 就在我们电台 前面不到两三百公尺的地方 我知道 那 那 535万 这是他交代第一个来源 很多民进党的议员出来讲东讲西 那东西是很 很不得体 只是为了曝光 包括钟小平只是为了曝光一样 我敢讲啊 我不是讲陈佩奇的钱清白 但我是告诉你 他在讲这个 然后我第二笔呢 是我自己的薪资 我过去当薪资 等那个 所以我有多少钱呢 528万 那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表达 2018年 柯文哲选台北市长 打败丁守东 姚文志 一票30块 政府的补助回来了 对不对 结果 我们把它拿去 扣掉黄贷 还有230万 这笔钱 问题比较大 等一下小董解释给你听啊 这是他讲的第三笔 陈佩奇讲第三笔的钱 问题比较大 那他讲第四笔 柯文哲自己当医生的存款 有171万 然后 还有柯文哲 大家知道 他有通告 演讲 稿会 还有那些东西有164万 所以总共是1628万 这是柯文 陈佩奇讲的 那 你现在 听小董来解释 2018年 柯文哲的 补贴 扣掉黄贷 柯文哲那时候选举 他用 他信誉跟金山南路这个 房子 大家看他房子还满高档 他就带了2千万 为了选举 那2千万 实际上呢 陈佩奇说 我们把这个黄贷扣了 还剩230万 意思是什么样呢 我们黄贷 2千万 后来我们被 补助款是 2千2百30万 各位你懂吧 所以还有剩230万 这东西是错的 陈佩奇认为是对的 我觉得他不太清楚 那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柯文哲曾经对外讲 我们 这一次 倒贴 他还去呛国民党 不敢报 真的账 他倒贴多少钱呢 倒贴60万 所以他的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 你政府给我的补贴 还不够我 去 贷款的这个钱 这个贷款我暂时跟银行贷款2千万 我选完以后 我知道会有补贴嘛 一票30块嘛 不管我选赢选输 我会有补贴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那补贴以后 这个钱是属于我的 所以我把它拿去银行 还这2千万的贷款 那柯文哲 因为这是撒卡图 柯文哲的选票 不像过去那么高 他用那个去算 所以他倒贴了60万 这个求证于 柯文哲那时候帮他算账了 小牛柯义安 这个 陈贝吉 第一个部分这个算错了 那第二部分呢 第二部分 他去查出了柯文哲的 医师存款171万 这部分 柯文哲有171万的 医师存款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大家想想看 这个会有什么了不起 台大医生有171万存款 不是有问题 可是他有问题的是哪一部分呢 他有问题是柯文哲的 演讲通告 还有一些车马会 还有 他还说还有一些亲友的红包 那亲友的红包 164万 这个我觉得 他必须解释清楚 等一下小董回来再来说明 欢迎 小董真心话 那 各位 大家听到了 陈佩奇 时候的讲法 一个问题就是 柯文哲2018年的市长补助款 跟柯文哲 跟那个陈佩奇讲的 这个东西的出入 那这个出入 他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他们 有人骂陈佩奇说谎 陈姓啊 或怎么样 我不觉得啦 我觉得柯文哲 陈佩奇他认为是这样 柯文哲的这个钱 所以他说 有230万的 这个 都出来了 就是 我们去贷的款 2000万 那我们 的 那个 补助款 2230万 所以 2000万还了人家 我们还有 230万的进账 他把这东西算进去啊 那这东西算进去 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因为 柯文哲那一次对外讲 他们花了 2000 又60万 就他们亏了 那如果 如果照这样的话 不能讲陈佩奇故意说谎 因为这个选举整个过程 他未必 清楚到这个地步 他认为是这个的 我不是要替他开拓 但是 他的情况应该是我讲的这样 那第二个就比到那个 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那164万 所以柯文哲的演讲 还有他的通告 还有他的车马会 还有亲友包的红包啊 那亲友包的红包 我就不是很理解 是什么 我只能往好的一方面想 就柯文哲 逢年够节 柯爸爸或柯妈妈 还是包红包给他 还是包红包 就是你孩子 虽然 虽然60几岁了 但是我还是把你当孩子 还是会包红包给你 简单讲就这样 其实这是很多家庭的习惯 爸妈已经八九十岁了 其实平常他的钱也是 多数都是我们给他的吧 但是过年 让他有一个大家长的那种感觉 他还是会发红包给儿子孙子 曾孙 曾孙可能才两岁 还抱在怀里 我通通给 那我这个花钱的那个 家长的地位 大家长的地位在过年里面 我们金门也是这样啊 那台湾 我所知道的很多家庭也是这样 所以我愿意替柯文哲来解释 柯文哲跟陈佩吉收到的红包 那柯爸爸 柯妈妈用柯爸爸的名义 过年 发给这些儿孙的红包 通通被陈佩吉拿去的 就在这164万 我认为是这样啊 那今天可以看到 演讲通告会转账 他说这些有164万 因为我不晓得红包的数量是多少 那这一部分如果这样解释的话 对陈佩吉来讲 总共这无比 刚刚小董讲的 1628万 对不对 1628万 那现在柯文哲被人家讲了 陈佩吉为什么要讲这个 各位现在检方在查什么 检方在查神庆经 给应小为的4700多万 应小为已经都提出来了 去缴自己的信用卡 去护了自己一些债务 里面大家记得检方在查什么 检方在查还有一千五百万的现金 应小为把它给了谁啊 是不是他帮 未经小省把钱转给柯文哲 现在在查这一部分 各位你现在看 林林总总转来转去对不对 应小为的钱 他用现金拧出来 应小为的助理为什么那么重金交保 他两个助理被传换 一个五百万交保 五百万是郑文燦第一次的加码 郑文燦被交保是五百万 另外一个助理 为什么是两百万交保 这个是小助理啊 原住民的小助理 为什么他这两百万交保 因为他帮应小为把钱领出来 那为什么 因为这是检方认为说 他是重中之重啊 但是我把老板押了 又把他助理押了 讲不过去 所以应小为被押 他两个助理没有被押 那两个助理都很重金交保 一个五百万一个两百万 对不对 这个就是 他的关键在应小为 那应小为我现在要押你 我要请教你 那一千五百万跑去哪里 你是不是交给柯文哲 什么时候 在哪个账户 现在在查这个啊 各位 我现在讲理就厚然而解了吧 应小为不讲 小沈 也不讲 小沈说我给应小为的都是慈善交款 那是五个基金会 现在嘴巴硬了 所以现在的金流的破口 陈佩提 现在在解释 我们家有一千六百二十八万 所以不要认为说 这个钱就是应小 应小为那里来的 我都交代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现在讲半天 各位听懂了吧 陈佩提讲的这档事 跟应小为讲的这档事没有 为什么 因为小董相信陈佩提讲的 这是他的认知嘛 他的差别不太大 即使 即使我刚刚讲的 2018年柯文哲这个补助款 他的差别也不够两百万嘛 两百三十万 他说我们还有盈余两百三十万 我们把那个黄贷 黄贷就是黄子基贷款 那两千万嘛 那那个差别也不太大 又差别不是一 不是一千五百万上下的钱嘛 各位 你现在知道检察官在查什么了吧 那检察官为什么要放这些消息 因为他在搅乱 就是我 那他有些东西丢出来 他知道媒体会去炒作 可是那个不是他要查的重点 那个不是要查的重点 他在搅乱 有些人会沉不出去 就会去动这个钱 你动了这个钱我就知道 好 譬如说我刚讲的 如果是柯文哲的新妇 他表姐的女儿 借了一个账户给柯文哲再存钱 那这个人心里会不安 诶看 诶这个会不会查出来 我先把钱赶快把它领出来 不然检察官可能 会那个对不对 那我要把它领出来的话 我是不是动到了 对这个钱就会 就会被警示嘛 各位 我讲的关键在这里 很多人 很多人不晓得说检察官在想什么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在做什么 那柯文哲现在在想说 我要怎么去 把这东西把它隐藏得好好的 他隐藏的部分 陈佩奇可能不知道 我讲可能不知道 也可能知道了 但是我判断陈佩奇 应该是不知道 所以现在最大的 一个 最大的一个 一个分针在于哪里 在于只有柯文哲一个人知道 还有那个给钱的 那个省清晶 知道他们把钱怎么给 那当然他们认为说是透过了 应小微 各位朋友 我老实讲 我不认为应小微 省清晶透过应小微 把钱给柯文哲 风险太大了 你知道吗 风险太大了 没有必要 神清晶是个 公于心计的 一个财团 小省 智商非常高 我敢讲 我认识他三十年 他的智商跟柯文哲 其实应该是不相上下 他是非常聪明的 那如果他要跟柯文哲 有这个案盘的话 那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应小微不会知道 应小微那一千五百万哪去哪里 我觉得 当然可以好好的查 但是应小微 自己的开销是很大的 应小微自己开销很大 我认识应小微也非常久 那 但他的开销很大 很多人会讲说 比他一言的收入来讲 他不应该有这么厉害的开销 又有很多媒体 在做嘛 所以这一部分 他可能 检方在查应小微 是不是有把钱 转给柯文哲 可能会徒劳无功 那他的关键在于 小省 用怎么样的方式 把他给了柯文哲 这一部分 其实就是检方现在在查的一个破口 我敢讲 现在还没有查到 柯文哲知道 沈千金也知道 那两个人在盯 好 这是目前整个的情况 所以小总 这几天 讲的检察官 这些犯罪的手法 这些茶茶的金流 那各位朋友 大概有一些懂 但有些东西 我没有讲非常清楚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 讲出来的话 有些东西 会影响到办案 我老实讲 我老实讲 会影响到办案 那我们记者会有一些收敛 就是说 我们虽然对北柬很瞧不起 但是 他毕竟还是唯一有公权力的 他一定会起诉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的政治前途 不用讲 很多人讲 譬如说 我们有名嘴讲 他一定会显2028 未必 你那时候出得来吗 他出不来他还是可以显 对不对 小董你 你认为他可以不可以显 可以显 但有没有办法显 没办法显 没办法显 就算 就是怎么样 没办法显 很简单啊 就是你的人设已经破坏了 如果你还挂 譬如说我柯文哲是被起诉 一审有罪 到2028年可能一审有罪 对不对 土利一定有罪嘛 我那时候 用这个方式 人在监牢里面 外面 用我柯文哲的总统 号召在嫌 那我下面的这些小草 很难嫌啊 而且各位朋友可能不知道 2028年之前还有一场嫌疾 2026啊 这场嫌疾 会让外界去检测出 你台湾民众党 还有多少支持者 台湾民众党没有错 在这次的嫌疾 他还有365万票啊 他的票还蛮多的啊 这个票 2022年的票 2024年的票 有没有办法在2026年 显现那么多 绝对不可能嘛 各位想想看 所以 下来的话 就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政治的层面了 小董等一下讲你就知道 马上回来 欢迎小董哲心话 查开文哲 检方如何如何 每天会丢出一些东西 那你听小董这几天讲已经知道了 丢出来喂养一些特定媒体 然后造成一个波涛 其实就是检方的策略之一 泄密是故意的 泄密是故意的 又讨好部分媒体 又符合执政党的一些手法 然后另外呢 他其实要掀起 那些参与共同犯罪的人的不安 而做出了某一些动作 这是他多层面的考量 那 当然检方是违法的 检方是违法的 他只是说是哪一个人违法 不知道 是哪一个检察官 哪一个检察事务官 你不知道嘛 对不对 那就是从这里 台北地检署本来就是一个泄密大本营 那他 他本来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政治机构 我平常看不起别检 大家也很清楚 我已经骂他多少年 骂他是 畜生署 垃圾署什么 我都把他骂骗了 很多人很气啊 里面很多人很气 别讲我常气啊 被告嘛 别讲我常气各位 我也不怕你啊 但是我老实讲我去别检 我是很受欢迎的 那些被告的 或者看到我都很热心的打招呼 那出入那些 疫情啊 或者什么大家对我都非常和善 都会主动讲 主动打招呼的人很多啊 我不骗你啊 他们认为就是小总理敢讲 你骂我们很多东西没有骂错 我简单讲就这样 但是 你看了这东西喔 柯文哲 还有他在查的东西 检方现在的瓶颈 就他在收拾一些东西 自己原来没有发现了 他丢给媒体 媒体 媒体因为人多嘛 而且媒体有一些动作 所以检方现在就开始去找一些 东西来补强了 那补强他现在最主要找的就是 我刚刚前一段所讲的 他找柯文哲那 一千五百万 跟应小微的连结 我告诉你这连结 不容易连结 因为 沈清静不会透过应小微拿钱给柯文哲 我敢讲 那他如果给钱他是在怎么样的地方 在某一个账户 对不对 他怎么给 这个才是关键 当然 这个要抽失拨钱 检方找出了 检方特别找出陈文景 说他是一个金流的高手 这个不必高手 只要认真去爬书 那爬书你要去查出 他可能的 有哪一些的 的关系 各位朋友 因为 如果 你很懂的 这样的关系 你要查了这个东西 可能他不是 在一般的金流里面 有可能在悉尼货币 各位我讲这个 你要柯文哲也懂这个 现在犯罪手法 很高明 大家随不想 最厉害的方式来隐藏 好 那下来这个检方还有的忙 还要很 很长的一阵子 我就想看一个新闻 最好笑 中区学要到了 大家听小董这几天在讲新闻 中区学要到了 我们前阵子 中国大陆同意 一些文旦 进入了中国大陆 对不对 花莲这一带 经过检验 结果我们的检验 中国大陆那边检验 170 等于说有16批 有28批过去中国大陆 马上申请 花莲那边 大概有338公噸 结果只有16批 176公噸合格 其他为什么不合格 文旦送过去为什么不合格 又有介壳虫 这比例也太高了吧 我们送过去人家那边不合法 有虫子你会感染那边 中国大陆的文旦幼 也很 他们的文旦也很 而且也很好吃啊 我如果去中国大陆访问 我碰到他们那种幼子 大白幼什么 我都会买来吃吃看 很好吃非常好吃 那他会同意当然他是一个善意 那我刚刚讲了 我们的合格力有多少 我们过去他不准你进去认为 你有介壳虫有什么 对不对 认为你那海鲜有什么 他讲的东西都是真的 我们嘴巴硬说他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 那个都非常可笑的 因为人家是有科学政绩 我们是用情绪说 看不起台湾人欺负台湾人 不是 我们的合格比例 我跟各位讲 我们合格比例 我们自己已经检验够了 送过去又不合格 被他检验出 我们的合格比例只有57% 你要害死人啊 各位将心比心啊 隆委会主委陈进记也讲 有记者去访问他 他出来讲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 那一阵子都 都没有 都没有限制我们 都限制我们的文旦幼 所以我们就 我们自己就很松懈了 他讲大白话 我们就很松懈 我们对这些也不太在意 那久久了松懈 现在中国大陆 突然开放了 我们赶快草草就松过去 各位 人家对这个是防范很严格 你草草送过去 他还是有检验 他希望你能够有检验合格以后 的 他说花莲里那边检验合格 我们欢迎你进来 结果进来的东西 百分之57合格 百分之43不合格 太丢脸了吧 各位我现在要讲了什么 各位听我在讲这个议题 讲了这么多年啊 对不对 从过去中国大陆禁止你的 比如说 连路 世家 鳳梨什么什么 还有石斑梨什么什么 我讲那东西 我说中国大陆 其他都检验出来 他过去都放很宽 那 当他 照这样的实际去检验出来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连我们的 农业部长都认为说 我们又很松懈嘛 才会被人家检验出来 现在已经不敢在嘴巴讲说 哎 中国大陆欺负我们 我们绝对很干净 没有 因为科学的东西嘛 我检验出来了 那我的意思是怎么样 我的意思不是在强调 小董这三四年来讲的 都是对的 当然我讲的是对的 我比别人高明 我也不是在讲 我也不是在讲 我比别人高明 但是我讲的东西 四年后 陈进记 农业部长 证实了 我们送过去的东西 其实是人家科学检验出来 我说 他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中国大陆 他对你有善就是有善嘛 你有了 我过去睁一眼闭一只眼 老实讲就是这样 自己人什么都好讲 可是你民进党政府用 粗暴的态度来羞辱我 来对待我 那我某些东西 我就照规矩来 各位你现在知道了 我对各国都这样 过去只有对台湾是比较放水 比较浪力的 小董过去讲 跟现在讲是不是一模一样 一样 过去没有人承认 只有这一次农业部长 他自己承认了 我们松懈 他现在不讲说 你栽赃我们 我们东西是很干净的 东西是很干净的 是啊 那家超级蛋黄素被人家 捡挤 所以我们吃到一半 发现里面有半只蟑螂 你怎么办 他说绝对不是我们 绝对没有 我们考虑提高 那人家栽赃你干嘛 我也很奇怪 对不对 蛋黄素里面可不可能有藏这个 当然可能 艺美的泡芙可不可能藏什么 当然可能啊 被查到了 我不好意思讲那个 因为你会听的会恶心嘛 但我讲会不会 会 这个就是评管的问题啊 小董 讲这些年来 我其实我一直在讲一个 中国大陆对你有不友善 我一直 从我们讲中国大陆大家都 都觉得没有问题啊 他叫做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也不会骂我 那我要是讲中国台湾 我一定被骂死 哎呀七路狗格 为什么七路狗格 他叫中国大陆 我们叫中国台湾 天经地义啊 火星人 不辱肉不是也这样讲吗 我们陆委会说 哎呀不要围然不辱肉 那不能围然不辱肉 那你陆委会 为什么要围然 大陆要来王以泰 来这边唱歌的歌手呢 他的宣傳机构 他都是 但是 中国台湾 为什么他就不能进来呢 你不是在围然他吗 各位小董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 我的功夫一向就是这样啊 所以 你不要相信民进党 相信我 我讲的东西 都验证了 谢谢收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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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